故事后,各种残忍的刑罚层出不穷,只有大家想不到的,没有古人做不到的,古代有一种最温柔的刑罚,将动物一个器官作为行刑工具,让女人在极其兴奋的状态下死去,一般人难以想象,欢迎收看剧谈史,点个订阅,让我为您解说历史故事。 笑刑的过程 这个特殊酷刑的名字叫做笑刑,顾名思义就是让犯人笑的刑法,但听上去并不像一个酷刑,反而和闹着玩一样,但历史上却没有一个犯人能够承受住这刑法,所以这个笑刑肯定不像他的名字那样简单。 有种笑里藏刀的意味,许多人可能想不到,笑也能成为一种酷刑,会让受刑者死亡,比起谢林林的砍杀或绞刑,这种方法不但需要专门的刑刑人员和刑具,甚至连动物都需要作为刑刑者的主角。 其次,这种刑法是一种极其耗时的做法,动则十几小时或更长时间,无论对于刑刑者还是受刑者,哪怕是观刑的人,都是一场耐心的考验,何时达到刑刑目的,通常取决于受刑人的意志力。 这种不求速战速决的方法,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往往要比直接杀掉更折磨人。 那么,具体的刑刑过程是什么样的呢? 孝刑主要行刑的范围,集中在集中在人的脚底,夜窝等各个敏感部位,脚心自然是最严重的受灾区,因此犯人在受刑时,双脚就会被固定住,紧接着,施行者会在受刑者的脚心涂抹蜂蜜,白糖汁水,食盐等有味道的涂料,然后抓来一头山羊,让他大舔脚心上的涂料。 养过山羊的人都知道,山羊的舌头比较长,且与猫一样有道刺,使得他在舔人脚心的时候会欺氧无比,无法忍受,在蜂蜜,盐水的加持下,山羊会不间断地舔受刑者的脚心,让人一直处在狂笑状态。 若没有人来牵走山羊,那他就会不停地舔势,随着舌苔的摩擦,犯人脚心会被舔破,受刑者此时虽然痛苦无比,但还是笑声不断,那么这样一直笑下去,为何就会致人死亡呢? 人在大笑的时候,常常会赶不上呼吸,就要再次出气发出笑声,因此随着不断狂笑,呼吸也越来越困难,会造成肺部极度缺氧,以致休克,随之就会窒息,使犯人在痛苦中大笑死去。 这种刑法在短时间内不会对犯人造成什么影响,但时间一长犯人就会受不了。 只能大笑着求饶,就算有极个别不怕痒的犯人,刚开始嘴硬的他们,在脚底被涂了眼水和蜂蜜后,也会受不了这个刑法。 虽然没有被打得遍体鳞伤,血肉模糊,但是犯人的精神世界会在山羊铁尸中逐渐崩塌,大脑不断地被刺激,导致攻血不足,很容易就会昏过去。 那些在一旁狮行的狱卒,也并不是干站着看犯人受刑,而是一直紧紧观察着受刑者的状态。 一旦发现他们有快要昏迷的迹象,就会立即用一盆冷水泼上去,让其清醒,一旁审讯的官员。 也会时刻关注着山羊是不是已经把盐糖水舔得干净,发现舔完了,会再次涂抹,不断重复。 就这样,犯人被反复地折磨,精神上的折磨,其实比肉体上的这么更加让人难以忍受,所以意志力坚韧的人,也大多熬不过孝行。 若有人在受刑时不屈服,最后因此而死,死相也是极为悲惨的,大多都是面部扭曲,脸色猙獰的枉死之下。 孝行的对象 孝行独特而残酷,主要用于皇帝后宫的妃子们,是一种既伶俐又巧妙的手段。 在古代的中国社会中,女性被束缚在深规之中,生活在封闭的环境中,她们的脚更是被视为贞洁的象征,只有丈夫才能见到。 一旦双族被丈夫以外的人看到,就会被认为是受到了玷污,给她们带来无尽的痛苦和压力。 这种对女性脚的束缚和限制,源于古代中国封建社会的伦理观念和道德标准。 女性被认为是家庭的贞洁之助,她们的身体应当完全属于丈夫,不应受到任何他人的侵犯。 因此,女性的脚成为了最具象征意义的部位,代表着她们的贞洁、节操和身份地位。 孝行的诗行对象主要是这些归秀们。 她们作为天子的女人地位尊贵,不适合受到皮肉执行。 然而,恰恰是因为女性的身体更加敏感,孝行对她们的精神世界造成了极大的摧残。 诗行者利用这种刑法,给予女性们双重的折磨,既剥夺了她们的尊严,又摧毁了她们的精神。 在受到孝行的女子们的身上,可以看到一幕幕令人心碎的故事。 有的是年轻的妃子,原本容颜爵士,却因孝行而逐渐失去笑容,脸上的人辱含泪成了常态。 有的是深宫老玉,她们经历了岁月的风霜,本应享受晚年的安宁。 却被迫忍受着孝行的煎熬,她们的精神逐渐崩溃,挣扎在无尽的痛苦之中。 孝行的发展 其实,孝行是欧洲人发明的,其残酷程度不亚于满足的酷刑。 17世纪统治德意志的哈布斯堡王朝皇权日以衰微,各班之间出现了诸侯割据的局面。 自此之后,欧洲地面上的各个小战场汇集起来,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全面的欧洲战争。 在遥远的古代欧洲,贵族家族统治着这片土地,他们有着无上的权利和财富,享受着人们的崇拜和钦佩。 然而,这片土地上的平民百姓却过着贫困和苦难的生活。 无法摆脱贵族的束缚和压迫,在这个社会中,法律和刑法只是约束着平民百姓的。 对于贵族来说,他们几乎毫无作用,贵族们可以为所欲为,犯了罪也可以逍遥法外,因为他们拥有强大的权力和地位,法律是维持统治稳定的重要手段,而对于罪犯的严惩更是施政中不可或缺的内容。 在一个秩序混乱的时期,法规往往也会更为简单粗暴,以便与广大民众的理解和遵守。 但是,在各个朝代中,刑法往往只是针对统治阶级以外的人群,而对于王公贵族则是约束力有限。 因为贵族有时会做出一些有损于皇族颜面的行为,这时刑法就需要考虑如何才能让他们死得体面。 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,孝的刑法被搬到了台面之上,正是成为欧洲的一种刑法之一。 根据史料记载,孝刑最早出现在汉朝,但真正流行起来是在17世纪的欧洲。 当时的欧洲人十分注重面子,尤其是欧洲贵族,就算死也要死得体面,因此当时孝刑在欧洲十分流行。 而且实施的对象也只有欧洲贵族和女人,因为比起其他刑法来说,孝刑能够让人死后保持身体完好无损。 并且,因为女人的身体往往比男人更加敏感,因此孝刑对女人的威胁也比男人大,后来孝刑就广泛应用在对女人的刑法上面。 而且,后来国外还进行了升级改良,把动物爱吃的东西,例如羊喜欢盐水,就把犯人的脚泡盐水里,然后让羊舔他的脚或其他部位。 在此期间,囚犯们会不断地大笑和祈求怜悯,场面十分悲惨,囚犯无法克制自己,最终死于因笑声引起的缺氧和窒息,笑形是一种很容易实施的刑法。 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也尝试过笑声,脑脚常常使他们发笑。 但是,有些人一开始并没有认真对待他,他们笑了很多,但很快他们束手无策,还有一些在笑声中哭泣的人,更多的是笑着笑着就死了,还被人说含笑九泉。 在古代,帝国的刑法并不只是简单的惩罚罪犯,更是体现了权力斗争的本质。 当政治体制发生变化时,任何规则都要为王权让路,律法对于不同阶层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。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,律法是一种规范行为的准则,可以限制和约束他们的行为,但对于统治阶级来说,律法则是辅助统治的工具,可以帮助他们维护权力和地位。 权力的平衡是帝王术中最为重要的课题,而权力斗争也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游戏。 历史上有名的酷刑,其实都是统治者们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而设,封建社会中的刑法大多充斥着野蛮的气息,笑醒因它独特的兽刑过程及施行工具被评为最温柔的酷刑,但它带给兽刑者的阴影却是挥之不去的,古代文明程度较低,统治者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利益, 制造出许多让人毛骨悚然的酷刑起到震慑作用,如今随着国家文明的发展。 那种常见的酷刑早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这是人类的一大姓氏,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,尽管酷刑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,但约束人们行为的法律依旧存在, 我们不能以身释法,不能干那种违法乱纪的事情,否则也会受到法律的严惩。